焦点主题9 向量内积的定义 已知两个非零向量 向量A与向量B在平面上 则 括号1 借由平移 我们让向量的起点重合 如果向量之间的角细打 满足 细打大于等于零度 而且细打小于等于180度的话 那么这个细打 我们就成为两个向量的夹角 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 这里红色的向量是向量B 黑色的向量是向量A 这两个向量一开始起点并没有重合 我们借由平移 让这两个向量的起点重合 如果它们之间的角度 介于0度到180度之间的话 则这个角度就成为向量A 和向量B的夹角 接着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括号2 当两个向量同向时 则它们的夹角为0度 当两个向量反向时 则它们的夹角为180度 括号3 若向量A与向量B的夹角为细打 则规定向量A与向量B的内积呢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向量A.向量B等于 向量A的绝对值乘上向量B的绝对值 再乘上 在乘上cosc 它的几何意义呢 所代表的意思是 向量A的长度 乘上向量B 在向量A的投影分量 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图形 这里呢 是向量A 这里是向量B 向量A的长度呢 是向量A的绝对值 我们从向量B的终点 做个垂直线段到向量A 则这个蓝色的部分 所代表的意思是 向量B 在向量A的投影分量 也就是向量B的绝对值乘上cosc 如果呢 我们把向量A的长度 跟向量B 在向量A的投影分量 这两个相乘的话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向量A与向量B的内积 最后我们做个小提醒 第一 甲角是锐角的时候呢 其对应的cos的值是正的 所以内积为正值 第二 甲角是直角的时候 其对应的cos值是0 所以内积为0 第三 甲角是顿角的时候 其对应的cos值是负的 所以它的内积为负值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如果运算出来的内积是负的 代表这两个向量的甲角是顿角 如果这两个向量内积是0 所代表的意思是 两个向量是互相垂直 如果内积是正值的话 这代表这两个向量的 夹角为30度 是求向量A与向量B的内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体的解析 向量A和向量B的内积 就是向量A dot向量B 会等于向量A的绝对值 乘上向量B的绝对值 乘上向量B的绝对值 再乘上这两个向量的cos夹角 因为它们的夹角是30度 所以这里是cos30度 接着我们把相关的数据代入 可以得到2乘以3乘以2分之跟号3 乘起来之后可以得到3跟号3 这个就是向量A与向量B的内积 交点主题时内积的运算性质 括号1分配率 向量A dot向量B加向量C 我们展开来可以写成 向量A dot向量B加向量A dot向量C 括号2交换率 向量A dot向量B 等于向量B dot向量A 这两个交换顺序的内积是相等的 括号3结合率 R倍的向量A dot向量B 等于R倍的向量A dot向量B 也可以写成向量A dotR倍的向量B 这里的结合的顺序可以做调整 括号4正定性 向量A dot向量A 等于向量A的绝对值 乘上向量A的绝对值 再乘上cos0度 因为向量A和向量A 是相同的向量 所以它们是重叠在一起 夹角是0度 而cos0度是1 因此这个运算出来的结果是 向量A绝对值的平方 而向量A绝对值的平方会大于或等于0 这样的特性呢 我们就成为向量的正定性 最后我们做个小提醒 向量A与向量A的内积呢 就是等于向量A自己长度的平方 老师讲解时 以至向量A的绝对值等于2 向量B的绝对值等于5 向量A dot向量B的内积等于8 4球 第一小提 向量B dot向量B 第二小提 向量B dot向量A 减4倍的向量B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第一小提 根据向量的正定性 向量B dot向量B 等于向量B绝对值的平方 而向量B的绝对值等于5 因此代入我们可以得到5的平方 等于25 第二小提 向量B dot向量A 减4倍的向量B 我们用分配率把它展开来 可以得到 向量B dot向量A 减向量B dot4倍的向量B 根据内积的交换率 我们可以得到 向量B dot向量A 可以写成 向量A dot向量B 根据内积的结合率 与局正定性 我们可以写成 向量B dot4倍的向量B 可以得到 4倍的向量B绝对值的平方 而向量A dot向量B 等于8 向量B的绝对值等于5 我们把它带入可以得到 我们把它带入可以得到 8减掉4乘以5的平方 得到8减100 乘以负的92 交点主题11 内积正定性的应用 向量A加减向量B绝对值的平方 根据正定性 我们可以写成 向量A加减向量B dot向量A加减向量B 自己跟自己的内积 我们利用内积的分配率 把它展开来做化减 可以得到 向量A绝对值的平方 加减两倍的 向量A dot向量B 再加向量B绝对值的平方 这个内积正定性的展开式呢 其实跟多项式的乘法公式相似 大家可以做个对应 老师讲解11 若向量A的绝对值等于2 向量B的绝对值等于3 而向量A dot向量B的内积等于4 是求向量A加向量B的绝对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要求向量A加向量B的绝对值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借助它的平方来处理 首先呢 我们把向量A加向量B绝对值的平方展开来 它可以写成向量A绝对值的平方 加两倍的向量A dot向量B 再加向量B绝对值的平方 我们把题目中相关的数据做代入 可以得到 2的平方加2乘以4 加3的平方 等于4加8加9 最后可以得到21 因此向量A加向量B绝对值的平方 向量A dot向量B等于A1B1加A2B2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意思 当两个向量的坐标表示法知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来算向量的内积 它的内积的算法其实就是把这两个向量的S分量相乘之后 加上Y分量相乘就是它的内积 老师讲解12 已知A的坐标是12 B的坐标是25 C的坐标是37 为坐标平面上三个点 4球内积 4球内积 向量AB dot向量AC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首先呢 我们先把向量AB先算出来 向量AB呢 等于B减A 我们把B点和A点的坐标代入 可以得到25 减掉12 等于13 接着我们来算向量AC 向量AC呢 等于C减A 我们把这两个点坐标代入 得到的是37 减掉12 可以得到25 有了这两个向量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求题目的内积了 向量AB dot向量AC 等于13 DOT25 接着我们把这两个向量的S分量相乘 加上Y分量相乘 可以得到 1乘2 加3乘5 等于2加15 等于17 焦点主题13 向量的垂直 若两非0向量 向量A 向量B 互相垂直 所谓的互相垂直 指的就是这两个向量夹角是90度 则其内积 向量A dot向量B 等于0 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意思 根据向量内积的定义 两个向量的内积呢 所代表的意思是 这两个向量的长度相乘 再乘上 口塞的夹角 因为垂直的时候呢 夹角为90度 而其对应的 口塞90度是0 因此它的内积 就是0 老师讲解13 比之 两向量 向量AB 等于4E 向量AC 等于3 2K 它们的夹角呢 为90度 4球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体的解析 既然这两个向量的夹角 是90度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向量是垂直的 两个向量垂直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是0 所以呢 我们先来求 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向量AB dot向量AC 等于4E dot3 2K 我们把它的S分量 乘起来之后 加上它的Y分量相乘 因此可以得到 4乘以3 加1乘以2K 等于2K 加12 因为向量AB 与向量AC的夹角为90度 所以呢 向量AB 跟向量AC的内积 2K加12 等于0 因此 K等于-6